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的频道 这条影片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为什么无论经历多少风雨,经历多少次炒车受伤 我对踩单车的热情依旧是一成不变 还有我也会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开始踩单车的这个历程的 事不宜迟就出镜去片了 首先我第一次接触单车是在我七岁生日的时候 当时我姑姑见正正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打算送一份生日礼物给我 当时他跟我爸爸就带了我去玩具反斗城那里走 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个卖儿童单车的区域 我从小都很喜欢车十不双门 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些小小部给儿童去驾那些电动车 当然就是合法的啦 但是我爸爸一直都不肯买给我 因为他觉得这些是浪费的玩具 当时我姑姑见我这么喜欢车 又刚好走到一个卖单车的区域 又说 不如我买一部单车给你啦 那一刻我答应了 就是姑姑说的这句话就开始了我踩单车的一个历程 当时买的那部单车是有配给这个辅助的 因为当时的我是第一次去接触单车这一项运动 当时根本对单车平衡这一无所知 买了那部单车之后 我就日日放学回到家之后呢 不如马上拿这部单车进去楼下公园的空地那里踩 当时我还没有想学单车平衡的念头 所以每次踩单车都是靠着两个辅助车来帮我平衡住的单车 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老爸就说 不如你试下学单车平衡 当时我不是立即答应 是经过他再勸多我几次之后呢 我才算是答应了 当我答应了之后 他就立即帮我拿出螺丝批去帮我拆了两个辅助车 很记得当时拆了两个辅助车之后呢 我是很不习惯的 上了部单车之后 直是有人扶着我 我都连把我的脚踩踩下去那一刻呢 都不敢踩下去的 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踩下去那一下 就令到我会凌速睡觉 经过大约两个星期 试下又起发新的经历之后呢 我终于算是学会到 少少单车的平衡 可以不用人扶着我 没有了个辅助车 我都可以平衡辆车来踩 但是很可惜 半年之后 我的身高呢 已经远远超出了 这部车size的一个 预计骑乘者的身高 被迫要将这部车弃止了 当时我是很不舍得这部车 因为这部单车 是我学会单车平衡的一个童年回忆来的 之后我就有一排没再踩单车了 直至再过多半年之后 又不知为什么想再接触单车这一项运动 但是当时再接触单车这一项运动的时候呢 是没有买单车的 我是做了这个单车的租车 学人租单车踩 当时我是去 去沙田城门河的一些租单车的店铺 去租单车踩 当然就不是租公佬单车的 而是租那些类似山地车的一些单车 当时我的体力还没可以一脚不休地踩到去 所以都是可能会隔0.5公里至1公里左右 就要休息一下停一停了 当时的我每个礼拜都会租一次单车踩 每一次的骑乘都是去到玄州仔或者科学园 休息一下就会踩回沙田那里还车 虽然现在对我来说这段路程只是很短 但是当时的我如果你说要天黑之前 踩得完这段路呢 都是有点辛苦的 如果我真的可以踩得完的话 就真的好厉害的了 接着经过一排每个礼拜都租一次单车的生活之后呢 我爸爸就觉得这样实在太不发算了 因为每个礼拜都租一次单车加起来的价钱 已经等值于在市面上的单车店 例如是Declo 第一部超入门的公路车的价钱了 我在公路单车生例之中 第一部入手的公路单车呢 就是在车工廟单车店那里买的 那部公路车是一部小轮径的WOBI 牌子就是SOLAR 那部车的样子你可以当是一部 SOLAR小轮径的平靶车 换了支handle bar和额颈 换成弯靶 从而营造出好像公路车那样的样子 当时那部车没记错的话 入手价是1500元的当时 而那部SOLAR公路车就 踩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接着之后我换的车都是公路车 从此就达入了公路车的新来 那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了一点 我踏上单车新来的一些心路律程 那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区那里分享 你们怎样踏上单车新来的 今集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看下条片会和大家说些什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